大家好我是Chari 這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RO仙境傳說中 王室狩獵活動的流程介紹 是說之前8月多才剛開放一次 現在不知道是頭髮去撞到 還是怎樣 橘捨又開放了一次 不過上次活動時 幻影歸島尚未開放 這次能夠好好收集活動的卡片 拿來增加傷害或是賺個外快 事不宜遲 我們出發吧 首先我們先到伊甸園 接著和右邊這位狩獵比賽向導說話 就能傳送到活動場地 活動等級限制是50等 接著和左邊這位指揮官對話 得知要打動物型怪物30隻 這裡的30隻怪物 是沒有限制50等以上的 所以可以在這張地圖 打瘋兔、大角熊還有松鼠 打完30隻之後 就回到指揮官這邊 領取10個榮譽玫瑰 接著和上方的副官對話 得知要打50等以上的 昆蟲和動物各30隻 這次的活動沒有NPC幫忙傳送 橘捨真的有夠蕩 這邊主委有個建議的地圖 就是野豬區 野豬區在積分的右右上 也可以從活動地圖 然後往左左上 通常會建議開一個服飾 在野豬區記錄傳送點 野豬區的右邊剛好是 巨象小蟲 能夠順便打昆蟲系任務 非常方便 當大家打完這兩種怪物之後 就可以點選剛剛拿到的 榮譽玫瑰傳送回去 或是從伊甸園傳送過去 回完任務之後 就能拿到10個榮譽玫瑰 接著和右邊的副官對話 接取下一個任務 這邊要打50等以上的 魚背系和龍系 魚背系的地圖 可以從普隆德拉 這位紅衣NPC 傳送到海洞三樓 如果大家的伺服器沒有這個選項 大家可以從伊斯魯德島 地圖右上方 找船員選擇 薄伊亞蘭島 不是卡加布列島 然後從地圖骷髏頭的人中進入 這邊就是海洞 進來之後往右上或是左下 就能夠到達二樓 接著往地圖中心前進 進入傳點就是海洞三樓 海洞三樓的人魚是53等 符合任務需求 而且它的人魚之心 可以賣給玩家幾千元 順便賺個外塊 如果覺得海三怪物少 可以前往右上方傳點 搭海洞四樓的怪 有劍魚、馬克等等 卡片也都蠻值錢的 而龍系怪物 可以在疾分的 佐佐這張地圖 找必蒂特飛龍泡茶 運氣不錯還能搭搭旅賣錢 打完之後 到活動地圖回報 這次除了能拿到榮譽玫瑰之外 還能獲得 穿劍蘋果帽服飾 效果是 ATK和MATK加10% 期間內肉的回復量 加1000% 可以用來打副本 省點水錢 解完這個任務之後 就可以開始接每日任務 大家可以和左邊這位副官對話 揭取四個任務 內容和剛剛打過的怪物一樣 完成後都能獲得各10個榮譽玫瑰 而榮譽玫瑰可以用來 和右邊這位副官抽獎 一個玫瑰可以抽一次 獎項有 不能附魔的兩種服飾 和練功好物 小、中型生命水 以及魔幻香水和萬能年糕 還有各種王室狩獵裝備 雷吉亞裝備 大家可以蒐集個幾套 在練分身時可以使用 至於紀念值 就看個人財力了 畢竟旅和紀念費也是很可觀的 再來是卡片 這邊抽到的卡片 必須要有100張相同的 然後到左上方 找到相對應名稱的NPC 才能換取有能力的卡片 比較有用和值錢的有 艾格尼斯和尤爾根這組套卡 效果如圖 因為幻影歸島的怪物 屬於小型 且大多數屬於動物 這組套卡能發揮不錯的效用 新手們可以趁活動期間 多多收集卡片 還有生命水 除了賺錢 也能在練功上有所幫助 最後是這次新增的狩獵地圖 裡面的怪會掉落徽章 而徽章可以換取三個榮譽玫瑰 只要點擊這個傳送器就能進入 這裡的NPC還說 裡面可能會有飢餓霸風特 主委看到MEP就會興奮 馬上衝進去 零龍塞零龍塞 飢餓的王沒找到 反而主委開始飢餓 裡面的怪也沒打到徽章 於是失望的離開了 如果有觀眾遇到了飢餓霸風特 請替主委問候他 的媽媽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 王室狩獵活動的流程介紹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還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Chelin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